本案决议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 制定通过 民众走在绿色的人行道上 未来如果遇到像这种变电箱 或者是这种电线杆阻碍到行人通行的话 未来都必须移除或是更换位置 还有像这种私人店家的突出招牌 未来如果真的挡到行人通行的话 县市政府也可以开罚 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明定地方主管机关 查有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 如果是招牌等私人固定设施 必须限期改善 否则将暗次处以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还 新公处那边有在做人行道的一个相关调查 包括禁宽 包括上面有哪些设施物 会不会阻碍行人通行 至于说如何处分的部分 这部分因为才刚通过市府这边 也还会找各局处一起再来讨论 台北市东区商圈人潮来来往往 部分人行道上妨碍行人通行的固定设施 让原本可通行的空间 只剩下大约一个人的宽度 民众闪避障碍物行走 还得跟一旁的汽车避邻 相当危险 如今这项条例通过后 让当地居民直呼很有感 我觉得通过这个很好啊 该划就划嘛 台北市政府新公处去做反应 甚至以监管出门做反应 包括台电或是第四台的突出物 市政府最后的处理方式是 没有办法改善 告诉我们说这个台电或第四台 这个基地台要移去哪里 要我们里长自己去找 这是很不合理 所以总装这种定的案例的话 其实对我们里长以后未来 要求他们改善是有法治的 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民 中央地方政府加速建制 人行安全通行路网 让各林林城的行人 享有安全友善的行走环境 平时新闻才有起 胡冲恩台北报导